-I'm seeing something no one else can see except for me -It's smiling at me -NOOOOO! OH MY GOD! NOOOOO!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笑了就會死人》 名副其實《笑死人》的恐怖片《微笑Smile》 今天的影片將會透露關鍵劇情 如果你不想被暴雷的話,建議等看完電影之後再回來喔! 我們之前在介紹其他作品的時候曾經提到 在充斥著B級恐怖片的現在 想要殺出重圍的話,就一定得要靠著一些創新 要是只是仰賴突如其來的跳下 大聲到有點刺耳的音效 或是看起來有點廉價的血腥場面的話 就很容易會沉默在紅海之中然後被觀眾給遺忘 但我們在看完了《微笑》之後發現 這部電影看似同時犯了上述的三個錯誤 卻將這些元素無違和地融合並且發揮到極致 再加上《詭異微笑》這個別出心裁的賣點 和女主角Sauce Bacon出色的表演 意外地打造出了一部佳作 而且劇組在國外宣傳的時候 還用心地安排了許多臨時演員 在各大運動比賽場合中對著轉播鏡頭 刻意學片中角色那樣露出詭異微笑 成功引起注意並且反映在票房上 在美國首日上映就獲得了超過預算的2200萬美金的票房 看來不只續集勢在必行 搞不好發展出個微笑宇宙都是有可能的 微笑的故事敘述 一位在童年時經歷過創傷的心理師Rose 某天遇見了一個病人 宣稱自從目睹了別人血腥的自搶之後 就不斷地經歷著靈異事件 尤其是身邊的人時常對著自己微笑 但沒想到這位病人講著講著突然像中血一樣尖叫掙扎 接著抓起地上的花瓶碎片 將自己連臉帶緊畫出一道深深的傷口之後倒地而死 可是自始至終臉上始終帶著那個詭異至極的微笑 從那一天起Rose發現自己彷彿陷入了跟那位病人同樣的輪迴 身邊不斷出現各種靈異事件 而故事就環繞在擔心自己命不長久的Rose 試圖找出事件背後的真相,以及扭轉自己命運的過程裡 這部片的劇情表面上似乎還是脫離不了無限輪迴的詛咒的老梗 以及幾乎每一部當代恐怖片都會觸碰到的 童年創傷的核心議題 但是在編導的精心安排之下 Rose內心的創傷和她正在經歷的靈異事件互相呼應 讓我們不禁懷疑 到底Rose的處境是超自然力量造成的 還是她過往的傷痛打擊再度迸發? 這兩條劇情線被編織成了一條繩索 將觀眾拉進了一個靈異和懸疑交織的故事裡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解析這部電影裡的幾個獨特設定 例如詛咒的真相、創傷的隱喻 和為什麼每個受害者死亡的時間不同等等 最後則會用一些科學的角度來解析 為什麼假笑很恐怖 希望能幫助你更加理解這部電影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喔! 我們首先從電影裡出現的一些線索中 整理一下貫穿全片的詛咒的幾個特點 Rose在目睹了病患自強之後察覺不對勁 為了要活下去 她努力地找出這些靈異事件背後的真相 才發現她陷入了一個牽連了數十人的恐怖詛咒 每個見證了帶著詭異微笑的人自殺的目擊者 都會在接下來的一週之內經歷各種詭異情境 或是看見身邊的人面帶微笑 或是做出自己都不記得的行為 例如片中Rose的貓 應該就是在她恍惚之下親手殺死並包入禮盒裡 在電影的最後 Rose來到了自己童年時目睹母親又要過度慘死的住所 打算勇敢面對自己的創傷 卻發現詛咒化身成為了王母的形態 甚至後來變形成一個扭曲高大的身軀 也在Rose放棄底缸之後露出了真面目 一個四肢氣場血肉模糊 臉上長著多張嘴巴的怪物 拉開Rose的嘴鑽了進去 被附身的Rose最後當著趕來救援的前男友Joe的面前引火自焚 暗示詛咒繼續傳遞下去 在電影裡曾經出現唯一的例外 是一名男子在成為詛咒的載體並且開始經歷靈異事件之後 在一位目擊者面前殘酷殺死另外一個人 雖然自己因殺人入獄 但卻成功地把詛咒轉嫁給該名目擊者 換句話說,不管是自殺還是殺人 這個詛咒一定會當著別人的面血腥地奪走一條性命 然後轉移到目擊者身上並且不斷循環下去 不過這個詛咒有三個未解的謎題 或許可以在續集或是相關作品裡被解答 甚至成為劇情的詛咒 最後那個惡魔到底是誰? 如果被詛咒者在無人目擊的情況下死亡 是否能終結詛咒? 如果有超過一個以上的目擊者 詛咒會擇一傳遞,還是所有的人都會被詛咒? 《詛咒》 如同我們前面提到的 微笑的核心議題就環繞在創傷上 而這部電影的巧妙之處就在於 它賦予了片中詛咒的特性 或是詛咒載體的言行舉止 有許多都符合醫學上對於創傷的觀察或診斷 甚至你可以直接把片中的詛咒理解成心理創傷的實體化 甚至我們大膽推測 剛剛上面列出的詛咒特性應該還要追加一個 是我們強烈懷疑但並沒有獲得證實的 那就是成為新詛咒載體的人 原本就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患者 片中詛咒無限傳遞的第一個特性 就是被詛咒者曾經目睹上一位載體殘酷地傷害自己致死 我們姑且不論詛咒是否真的存在 相信任何人如果親身經歷這種程度的衝擊 一定會對他的心理造成極大的影響 而這類超過一般接受範圍 並會帶來強烈痛苦、恐懼或無助感的體驗 在醫學上普遍被認為是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形成的主因 創傷的另一個特性就是造成了所謂的解離 dissociation 也就是一個人跟自己的某些部分 例如情緒、記憶分裂了 而片中我們就曾多次看到 女主角Rose經歷了許多類似做夢的情境 但恢復意識之後發現出現在和原本不同的地方 卻記不起來發生了什麼事 另外在電影裡 Rose即使在還沒被詛咒之前 就時常會夢見或是在腦海裡閃現 母親在她童年時用要過度而死的情境 甚至在被詛咒之後還會看見母親死而復生 向自己鎖命的恐怖畫面 這種情況在臨床上被稱作《重新經歷》 症狀嚴重時 這些創傷回憶甚至會取代患者正在經歷的事件 除此之外,片中有特別提到 載體們從被詛咒那天開始算起 到被詛咒、吞噬、自殺 大約有四天到一週的時間 而這個潛伏期其實也符合現實世界中 心理創傷的另一個可能的特點 叫做延遲出發 也就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首次出現症狀的時間 發生在造成創傷事件的一定時間之後 而我們認為 因為每個人面對創傷的承受度並不相同 所以電影也安排了 片中詛咒需要不同的時間來瓦解載體的心防 甚至在電影裡還有詛咒特別化身成為Rose的心理師 逃去提醒Rose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而微笑主打的,正是這個讓人不敢直視,笑到你心裡發寒的笑容 他好像永遠對著你笑,笑到你心裡發寒 如果你仔細觀察 有別於另外一部2018年的恐怖片《真心話大冒險》 《Truth or Dare》裡面採用了電腦特效 誇大地扭曲了片中角色的笑容來達到驚悚的效果 微笑裡的笑容看起來卻並沒有那麼地假 可是為何反而傳遞了更令人不安的感受呢? 我們覺得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因為這部電影的笑容是另一種假笑 也就是並非發自內心的真誠笑容 第二則是電影裡的笑容都是去脈絡化後的產物 或許你有聽過一個名詞叫做《杜香的微笑》 這是源自於19世紀法國的神經學家杜香的研究指出 發自內心的笑容會讓臉部兩條一般難以用意志控制的肌肉同時作用 在拉伸嘴角的同時提起臉頰 讓人的眼角出現紋路 也就是所謂的笑意 是屬於由邊緣系統所控制的非自主反應 反觀假笑則是由運動鼻子所控制的主動行為 而雖然差異很細微 但對善於判別表情的人類來說 這兩種笑容所帶來的感受差異卻很明顯 而在片中,大部分的角色在微笑時 不只雙眼刻意爭大,表情也顯得特別僵硬 再加上鏡頭刻意特寫在他們臉上 強迫觀眾直視,當然會讓人感到不安了 另外,根據研究 人類之所以善於判斷表情 是根據經驗的累積和社交的本能 例如,大多會在快樂的場合看到笑容 悲傷的場合看見眼淚 而微笑之所以能夠挑動我們的情緒 就是它將一般被視為愉悅的笑容去脈絡化 讓片中的角色在應該展現痛苦表情時展露笑容 而這樣的反差就是造成情緒衝突的主要原因了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理解了這部電影的優秀與恐怖之處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感想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網站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微笑!